我在1990年我獲獎,我也在監獄裏面 那時候還沒有審判,八九年之後 我十二月,我是十月二十號落網的 這個九零年我獲得獎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獎 當我知道我獲得這個獎 我感到一種巨大的鼓 而且我感到一種旅行,一種光榮 同時我也覺得呢,正因為這個獎 因為它每次的獎勵都給予這些 在最艱難控制中奮鬥的人 我才覺得這個獎呢,賦予它一種特殊利益 如果它是在一種歲月靜跑 花鳥越圓的時候 我覺得花鳥越圓的時候的人中 那是一個文人騷客的獎 很多其實的意思在這兒 就是我們常常說一句話 在黑暗的時候我們才需要光 才需要燭光,天越暗,光越亮 其實這個獎就是它的群雕的一個意義 在於它是在中國止暗的時候 有一群人請著中國未來希望的國語 新年多,因為我是九一年 二月十二號判決之後 就四月之後再能見家裡人 他們告訴我的 告訴我的時候 當然我還是覺得挺激動的 因為當時我還同時知道有幾個獎 像新聞自由獎 或是第一節新聞自由獎 還有這個 美國保護記者學院 我是第二次獲獎者 所以這個第二次獲獎者 所以當時我還是很激動 去舉行茉莉花活動 因為我們在裡頭 我們把過去一星期抗擊共產黨暴政 特別是那些深陷淋雨的人 我們要念一遍 把他們世界大聲地告訴世人 因為我自己在監獄裡有這個感覺 當我們知道有人在惦記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感到一種 嗯其實像班鬼戰友獲獎 我覺得是因為呢 他們兩個正好戰鬥 在反對共產黨暴政的前沿 當然我覺得像新疆和西藏 他們都是在前沿 但是呢 新疆和西藏更多是受迫害的前沿 可是我覺得在這些年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一年 香港同胞的抗爭非常的勇敢 那麼現在這個抗爭在共產黨暴政打壓下呢 很多同胞含淚退場 那麼當然也可以說是轉換了戰場 到了海外 但是我覺得像這個 我們這個支聯會的這位女士呢 她還是堅持就是要 原來的這種理念和信念 要繼續進行抗爭 而且現在面臨著共產黨的迫害 我覺得呢 這是一個 那麼 陈雲飛先生呢 更是一個我們在大陸 推動中國進步的人都比較熟悉 擠進監獄 而且呢 一直採取各種方式 包括詭諧的方式 幽默的方式 和這個其他的方式來進行抗爭 那我今天來呢 除了我覺得要支持今天這樣的獎項之外呢 因為我今天也是作為一個從今的獲獎者 1990年31年前我獲獎的 我在路上我就想了 這些絕大多數獲獎者 我個人都認識他們 現在18個人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 而且呢 還有三個人死於監禁中 那麼還有就是現在十個人在監獄裡頭 如果我們就說不算這個群體啊 因為像這個香港抗爭群體啦 六四抗暴群體呢 還有好多人都在監獄 或者死在監獄中 我們不算 我們就是以獲獎個人來說的話 就是這樣一個數字 其實 今天站在雕塑公園 我也挺感慨的 因為雕塑公園在將來一定會是 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紀念館 但另一方面呢 我覺得中國民主教育經會的 歷次獲獎者 本身就組織了一組群雕 這組群雕呢 紀念了80年代以來 中國民主運動可不去的抗爭 這種擁有鬥爭的歷史 以及輸出的殘酷代價 我講了18個人已經離開了世界 十一個人在監獄裡 而且呢 我覺得 在這次 在這個三十多年過來之後呢 其實 民主運動也跟整個中國一樣 發生了一些分化 中間有三個人離開了民主運動 甚至在今天的立場 也站到了中國政府的一邊 但是在歷史上 他們是做了貢獻的 所以這組群雕像的話 我覺得 在某國來呢 也是想告訴大家 大家一個意義 中國民主運動並不公義 除了面對迫害之外 也有各種各樣的誘惑 也有各樣的困惑 其實我們跟整個中華民族一樣 在進行這種探索 那而且我相信 只要這個 將搬下去 將來它會是一個真實的記錄 中國民族運動 走在每一個時間中 走在最前面的人的歷史 沒錯 你也不應該加了